国务院博资委主任肖亚庆两回期间表示 中央企业控股境内上市公司290户 市值达到了11.1万亿 占境内A股市场总市值的20.66% Wine的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止2018年5月31日 央企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境内集在上海 深圳两地上市 上市公司共有320家 近几年 央企的市值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反映在市场上 又一系列的显著表现 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相对市值增长明显 分红更加积极 这与央企对市值管理的日益重视是分不开的 2018年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 肖亚静提到 2017年隔央企 强望亏损上市公司专项治理 加强上市公司运营情况监测 2017年有亏面单期程以上 有效化界退市风险 但是 也不宜对央企市值管理水平 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 目前来看 央企上市公司的美股收益 利润率等重要指标 还低于大盘平均水平 有较大提升空间 正疑问如此 肖亚静在2018年央企负责人会上提出 要加强市值管理 增加股东回报 今年两会期间 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央企是A股利润加速器数据对比发现 近三年来 央企上市公司在营业利润增速方面表现不熟 2017年 央企A股上市企业实现营业利润8586亿元 将2016年增长36.7% 将2015年增长50.6% 同期央企资报告记者总结发现 央企通常采由如下方式 优化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亦是注入优质资产 比如 国际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 ST长林 2013年 到2015年 三年连续亏损 为解决公司经营的不利局面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足 将盈利性较弱的工程基线行业资产支出上市公司 同时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即将作证农可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盈利能力较强的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美达集团 100%股权 重组完成后的苏美达集团 成为公司 唯一全资资公司 事实证明 该次整合的效用明显 ST长林的2017年报告显示 公司2017年度 营业收入为740.86亿元 同比增长47.66% 净利润为3.58亿元 同比增长73.28% 2018年3月26日 ST长林发布公告显 经公司申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股票于2018年3月27日停牌一天 28日起付牌 公司证券简称 由ST长林变更为苏美达 公司证券代码600710 保持不变 二十央基整合旗下上市公司 比如 2017年12月25日 通过换股吸收和并化费高速 招商公路在深圳化牌上市 此前上市的招商舍口 也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三市对外重组 比如 中广和首家A股 上市企业中广和G 就是通过对大联合 即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并获得控制权后更名上市的 5月28日 中旅集团旗下云南同业 云野集团旗下云旅股费和持红新者 同时发布公告 双方 你以中旅集团全资的公司 中国同业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同业 为平台进行合作 合作方式包括但不介于增资 化专的 根据合作协议 云南省政府 一家云南省国资委及下属企业 所持有的云南野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云野集团 等股权内陆合作范围 中旅集团将其持有的 中国同业等股权内陆合作范围 合作完成后 最终重旅集团和云南省政府 在中国同业的持股比例 原则上分别为58% 42% 也就是说 云旅股费和持红新者 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将由云南省国资委 变为国务院国资委 这是目前中国有四行业的最大选择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周丽莎说 这可以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向企业主业集中 是发挥国际经营管理上的协同效应 提高行业集中程度 实现集约化经营 四是夸央企整合 这又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因为央企重组而导致的上市公司整合 比如宝钢 武钢合并为宝武集团后 两家上市公司整合为宝钢股份 同一类型还包括中国中车 二是央企重组带来的上市公司控制层级发生变化 比如中青集团整体无常化转 并入保力集团后 中国海城的直接控股股东人类中青集团 保力集团成为公司的间接持股股东 三是直接变更 比如2018年1月17日 中电广通发布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由中国电子变更为中传中共 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国海拔 五是对外转让 比如2018年3月21日 华路百纳发布公告 其控股股东华路文化 已将是有的全部1.43亿股 转让给银峰集团和普罗飞两家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华路集团变更 温和建峰 再比如 2018年1月底 江山股会发布公告 第一大股东中华国企 你转让持有的29.19%的股权 并供筷征数让访 除此之外 还有上市公司 二次混改 加强股权激励等手段 比如 2017年中国电子 武汉邮科院等企业控股的16家上市公司 实施了股权激励 2018年年初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要求 要坚持以提升内在价值 为核心的市值管理理念 依托上市公司平台整合优质资产 韩国存量股份 抓好亏损上市公司专项之力 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强化信息披露 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坚持规范运作 征作优秀的上市公司 不断增强市场认同 基建投资信心 按照国资委的部署 多家央企在加强市值管理方面 提出了各自的计划 比如 兵庄集团提出 要稳妥推进中原特班和中国家零重组 积极推动力达光电重组中光学 实现整体上市 圆满完成中豪股权回收 抓 好亏损上市公司有效治理 确保全年市值管理收益不低于5亿元 国际集团董事长任洪斌强调 要推进上市公司进行二次婚改 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分发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 完善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 提升集团上市公司价值 中国黄金表示 要兑现股东承诺 加快内蒙古金桃 奈蒙古矿业 贵州警方 刚果 不索瑞米注入上市公司 增强上市公司发展后进 提升竞争力 中越海运动市长许立荣表示 正在推进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 其中能源公司方案已经获得国资委的预审通过 中国武匡集团董事长堂复聘指出 中国武匡的资产证券化水平 在央企中处于较高水平 但多家上市公司仍存在规模小 盈利差 股权流动率不高 又借提升与市值增长不匹配的问题 整体呈现数量多但质量低的特点 他要求 第一要关注资产总额和权益 明确资产数量 第二要关注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 明确资产质量 第三要关注资产的市场价值 明确资产流动性 本文不构成对相关公司 二级市场的任何操作建议 And the Fed and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其A股上市公司营收增幅 分别为15.39%和29.04% 同期大盘营业利润增幅 分别为22%和30.23% 今年一季度 央企控股的近代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8.9% 经利润增长24.8% 继续领跑A股 可见央企的利润增速 不仅明显超出营收增幅 也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 进一步深入分析来看 央企的亏损户数逐年减少 2015年为66家 2016年为58家 2017年为29家 盈利大户相应增加 三年利润共百亿的分别为15家 18家和19家 约为同期大盘的三分之一 三年来 央企A股公司的平均营业利润为是8.93亿元 20.8亿元和28.52亿元 基本为同期A股平均水平的两倍 以毛利率计算 央企A股公司2015年为4.9% 2016年为5.3% 2017年为6.3% 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 同时也应该看到 央企上市公司的毛利率 较A股大盘平均水平 2017年为11.4% 还有很大差距 央企追赶的空间还有很大 进一步观察发现 2015年到2017年 央企上市公司利润前十名中建表一 招商银行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 中国升华 中国建筑 保利地产 中国交界和中国铁建 等大家每年都报上有名 表现可以说较为稳定 2017年央企上市公司的盈利冠军 是招商银行 为905亿元 在此之前的2015年 招商银行 以742亿元的利润 为之央企上市公司第一 2016年777亿元 为之央企第二 六少于中国石化的788亿元 2017年的利润价格是中国石化 为869亿元 在利润量级基本相当的情况下 招商银行的营收不及中国石化的十分之一 中国升款2017年利润 为711亿元 排名央企第三 营收2487亿元 略多于招商银行 约相当于中石化的十分之一 以上三家企业 基深2017年A股大盘营业利润前十 分别为第六 第七 第九 2017年A股 15名分别是工商银行 电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中国平安 利润仍在前一以上 其中工商银行 2017年的利润为3618亿元 营收为7265亿元 毛利率约为50% 2016年A股营业利润前十 有中国石化和招商银行 分列第七第八 2015年A股营业利润前十中 央企仅有招商银行上榜 央企的亏损榜上企业则变化较大 当然这与行业周期的因素有关 近两年的亏损企业之首都市ST流服 亏损额均超过100亿元 从2012年起 该公司主营业务就开始出现亏损 市值也出现明显下跌 2018年5月底 其股价在2.3元上下徘徊 每股将2015年7月最高值 14.23元每股下跌12元左右 市值正发超过2300亿元 不过4月25日 ST流服发布2018年一季报 已经只亏盈利 公司2018年1到3月实现营业收入 102.68亿元 同比增长16.48% 产学服务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 每12.35% 归属于城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1是2.90万元 同比增长102.24% 统计发现 有8在央企上市公司连续三年 的营业利润为附件表 2 央企市A股市值 定盘新央企的上市公司市值情况差异极大 从20亿元到过万亿元不等 差距高达数千倍 以2017年底的市值计算 市值最小的是国同股份 002.205 SV 为20.5亿元 市值不到50亿元 费有63家 市值最大的是中国石油 601857 SH 超过13000亿 其次 为招商银行 60036 SH 市值为5900亿元 第三类中国市化60028 SH 市值为5850亿元 第四位中国神环601088 SH 市值为3820亿元 第五名为海康威市 002415 SV 市值为3590亿元 中国石油的市值相当于2 3 四名的综合 市值过千亿元的央体上市公司用 二市加建表3 其中 中国石油和中油资本 两家上市企业 同属中石油 招商银行 招商舍口 两家同属招商局 这两名家上市公司市值总和 未超过5.8万亿元 占央企A股上市公司市值总额 的一半左右 占A股市值的十分之一以上 以2017年底所属A股上市企业的总市值结算 因24家央企市值过千亿元 除了国航集团 中国联通 两家仅有一家上市企业外 其他旗下均有多家上市企业 将表示 售行业形势 企业经营状况等多种业数影响 上市公司市值经常会发生明显变化 2016年到2017年 市值变化 较大的上市公司又如下几家 中国履业市值从462亿元到886亿元 几乎翻了一番 国行从613亿元到1227亿元 实现八番 物矿资本从64亿元 涨到442亿元 增长近期倍 中油资本从53亿元到1354亿元 增长超过20倍 也有一些企业的市值连年稳步增长 比如 2015年海康威市的市值为1399亿元 2016年为1453亿元 2017年 达到了3559亿元 保利集团统计表明 机上市公司市值从2012年初 的750亿元增长 到2017年底的1760亿元 增长近200% 有涨就有跌 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市值明显缩水 比如 2016年到2017年 实际电器市值从183亿元到132亿元 英里克从93亿元到44亿元 跌幅明显 国资报告采访的多位艳类人士表示 要理性看待市值变化 招商银行研究员策略研究员成伟波博士表示 把股价管理等同于市值管理 追求股价最大化 甚至为了提升股价 来迎合市场 而忽略了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 是央企市值管理常见的认识务区 计划集团董秘王靖江说 市值管理是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 不一定是股价的最大化 上市公司股价受经济周期 现代周期 股市周期等逐多因素影响 因此对市值管理的考核指标 要设置多个维度 例如 年度市值考核 因比较外围市场对标公司 同行业指数等多个指标 不仅仅考核局对市值变化 也要考核相对市值变化 从相对市值变化来看 央企上市公司的表现可圈可点 近三年 A股的总市值在50万亿元上下浮动 央企上市公司数量占比不到十分之一 近三年市值总额为11万亿元 9.29万亿元 10.66万亿元 在大盘中比例均在20%左右 2015年 全部上市公司平均市值为187亿元 央企上市公司平均为347亿元 2016年 前者平均值为164亿元 后者为314亿元 2017年 这两项指标分别为163亿元和357亿元 可以看出 央企上市公司市值的对比优势正在逐年扩大 央企上市公司分红更大方投资者通过投资上市公司股票 分享经济发展和上市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和回报 是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今年来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呈现出了积极变化 证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7年275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现金分红事项 分红金额和纪约10705.72亿元 同比增长21.88% 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 国资报告根据WRM的提供的数据数理分析发现 央企上市公司在分红方面的态度更为积极 卫市场做出了好的表率 2015年 191家央企A股上市公司 分红总额为1498亿元 占相关企业利润总额的26% 当年 A股累计分红为5698亿元 占全部利润的24.1% 2016年 213家阳企A股上市公司 分红2223亿元 占当年利润总额的35% 同年 A股分红9680亿元 占利润的26.26% 可见 央企上市公司分红金额的利润 占比明显高于大盘平址水平 截至2018年5月30日 有50家央企分红928亿元 更多央企的分红计划商在落实之中 如果按照2017年利润总额的25%分红 则央企上市公司 至少还要拿出1000亿元分红 截至2018年5月30日 一连续三年分红的央企上市企业为36家建表5 2017年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未居已分红 A股企业第一 第二 其中中国石化累计三年分红1088亿元 中国石油累计分红395亿元 粗略统计有65家央企上市公司近三年没有分红 其中有个别是刚上市不久或重组不久的 比如招山公路也容不少是因为近几年出现亏损的 比如中国旅业中国移众其中也有连续三年盈利而不分红的 比如泰山石油 有盐新财 长春易东 中传高科等少数几家 由于多数企业的2017年分红方案尚未完全公布 不排除这些企业在今年稍后分红的可能 证监会在2018年5月底表示 将始终坚持一把全面重严监管的理念下 积极倡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引导上市公司更加注重投资社回报 强化股东回报机制 对长期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持续强化坚管 推动上市公司不断提高现金分红水平 市盈率偏高 美股收益偏低 让企市值管理的压力 仍然较大市盈率 是股价除以年度美股盈余 是最常有来评估股价水平是否合理的指标之一 2016年 央企A股上市公司中 市盈率为负数的26加 超过100的67加 平均市盈率129.2 而A股平均为89.09 2017年 央企A股上市公司中 市盈率为负数24加 超过100的56加 平均为82.35 而A股平均为71.98 可以看出 央企A股上市公司的 市盈率整体处局偏高水平 对此 招商银行研究员策略研究员 陈伟波博士表示 股票价格 涉市场偏好等因素影响较大 近几年小盘股明显 下跌 央企一般是大盘股 更易受股民追捧 他说 这些行业的集中度在提升 都是央企在引领 美股收益也是衡量上市公司价值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资报告记者梳理了三年来的央企收益水平的变化 2015年 央企A股上市公司中 有49家企业美股收益为负 美股收益超过1元的有25家 平均美股收益为0.2568元 而A股的平均美股收益为0.4041元 2016年 央企A股上市公司中 有26家收益为负 美股收益超过1元的25家 平均美股收益平均0.3140元 较上一年略有提升 这一年 A股的平均美股收益为0.4447元 2017年 央企A股上市公司中 收益为负的24家 其中美股收益超过1元的39家 平均0.4086元 当年A股的平均美股收益0.4517元 可以看出 央企上市公司中 收益为负的企业数量在逐年减少 平均收益水平在逐年提高 与A股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在缩小 但是仍有明显提升空间 此外 国资报告记者逐一对比 和央企上市公司 近三年的收益状况 只做了一份 三年来收益最差和最优的排名 间表流 不难发现 招商银行和东欧欧交 是央企上市公司中 连续三年收益排行 前十的企业 多种手段 优化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为了提升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 我